受影响的不只当事人,有时候整个剧组都跟着很无奈,殷斗俊在本月22日突然宣布,接到了入伍通知书,将在两天后24日入伍。 不仅殷斗俊本人和粉丝相当惊讶,他作为男主角正在出演的TVM捐火剧,一起吃饭和饭,也跟着受到影响。 该剧原计划一共16集,因为身为主演的殷斗俊突然要入伍,只好几集修改剧本,提前在8月28日第14集完结。 其实类似的例子不是第一次出现了,2010年李准基原本揭拍了电影Grand Prix和电视剧《信义》,结果拍摄电影期间接到入伍通知书,只好中途将主角换成梁东根,而戏意更是因此而延后制作,直到2012年才得以播出。 金兰吉也是在2010年拍摄电视剧《坏男人》,只突然接到入伍通知,令人计划20集的电视剧只得锁短至17集,提前结束,随着兵役制度修改,最晚服役年龄从30岁改为28岁,今年内估计还有几位艺人会突然宣布入伍,希望大家先做好心理准备保披体。